昨天的苹果全球开发的大会实在是太精彩了 到现在还意犹未尽 除了发表大家已经等很久的苹果眼镜Vision Pro之外 也宣布了最新的软体 也就是iOS 17、iPadOS 17等等的 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就来带大家看一下 最新的iOS 17有哪些新功能 那我的手机已经下载好了最新的Beta版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测试看看吧 好那首先要讲到这次iOS 17不再支援的iPhone机型 有包含iPhone 8、iPhone 8 Plus还有iPhone X 也就是说从iPhone XR 还有iPhone SE之后的机型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现在iOS 17还在开发测试的阶段 那正式版要等到9月iPhone15上市的时候才会一并发布 好那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来讲到的就是全新的待机模式 那这个模式主要是方便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可以当成一个挂装这样子 那首先我们进到设定里面 就会看到现在多了一个待机模式 我们点进去 里面就可以选择你要不要把这个模式打开 那下面这个永远开启呢 它是说它只会在你盯着萤幕的时候 它才会显示萤幕 那如果你把视线移开的话 它就会自动关闭萤幕这样子 然后再来下面这个夜间模式点进去呢 它下面是说 如果你今天环境光变暗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以红色调显示它的萤幕 就是说比较不会打扰到你睡觉 或者是看得比较清楚这样子 好那要开启这个呢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呢就是你的手机要充着电 然后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你的手机要是很放的 那最方便的可能就是使用这种MagSafe的充电架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吸在上面 通常一个闹钟这样子 那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闹钟呢 它可以选择不同的形式 然后你往上下滑呢 还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工具的框框 例如说它可以显示形势力啊 提醒事项啊 日历等等的 它其实这个就很像Apple Watch的表面 就是你今天点进去还有更多的选项 然后这边有一个白色的按钮 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选择颜色 整个设计呢就是非常的像我们现在的桌面啊 然后结合Apple Watch 然后这个模式呢 它会自动侦测你的手机现在有没有垂直 所以如果你不是垂直的话 它就会自动跳出这个画面 因为它可能就是发现你有在动手机这样子 再下一个呢我们讲到iOS 17的新桌布 就是我们先打开设定 然后找到背景图片这里 然后再加入新背景图片里面呢 你就会发现现在多出了一些背景图片 例如说现在在天文里面呢 就是多出了不同的行星 你就可以直接进来这边看 再来往下滑呢你会看到多出了一个分类 叫万花筒 里面这些图腾都非常的好看 再来往下滑呢你会看到这边有一张图片 这一张呢就是这一次iOS 17的主题桌布 然后再新增字体这边呢也有新增一些功能 例如说现在你可以调整你字体的粗细度 另外呢这张桌布也有分深色跟浅色 例如说你今天会切换深浅色模式的话呢 你也可以让它自动去切换这样子 然后我们感谢今天的上商Foreo 那我个人呢为了让皮肤变好真的买过还有用过很多东西 那最困扰我的问题呢就是暗沉跟粉刺喔 其实真的买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所以就必须要提到呢今年已经成立到第10年 并且来自瑞典的Foreo Luna 4这个洗脸肌 这个真的是少数我用过真的对于粉刺啊 或是提亮有帮助的产品 因为像我自己本身的皮肤呢是混合敏感肌喔 就是我的T字部位其实是会出油 可是我的脸颊又非常的敏感 那Foreo呢也很贴心的针对不同的肤质推出了不同的款式 另外呢也有针对男生设计的Luna 4 Men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的话呢 清洁跟去角质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那我最喜欢Luna 4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刷毛非常的柔软 然后也超级懒人 它就有点像是电动牙刷那样子 就是你放在鼻子上面然后慢慢的移动 就可以达到清洁的效果 不过网络上蛮多评价都会提到说Foreo它们的价格偏高 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地在虾皮上面买了一个便宜的相似款来做一下比较 那在刷毛的部分呢比对它牌的洗脸机 Luna 4的刷毛呢明显更细然后排列更密 那这个它牌呢我真的用过之后我觉得它的刷毛真的比较粗 而且在脸部上面呢就会有刮皮肤的感觉 那Luna 4它的形状呢也是有讲究的哦 大家看到它这边有稍微尖头的一个圆弧设计呢 在清理鼻翼的时候非常的好用 那因为它很好抓 所以你在血眼的时候它就不会用一用然后就突然滑掉这样 那我们看一下它牌呢它在顶端的这边它是设计成一个圆头状 所以像我刚才说鼻翼的地方呢它就很难针对一小块的区域去做清洁 而且它在最前端的地方还是这种比较粗的颗粒 就不太适合用在脸上 然后另外呢Luna 4它是全肌防水 然后使用的材质呢是抗菌矽胶 所以你每次用完呢就只要冲水冲一冲然后晾干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看到呢它最下面这个底部其实是可以让它立着的 所以这样子就是比较不占空间 那我们看到它牌的部分呢它是设计成横放的状态 就是它是没有办法直立的 那这样子除了比较占空间之外呢也比较不美观 另外呢还要讲到Luna 4它在iPhone上面其实也有专属APP 我觉得还蛮贴心的 除了有详细的使用教学之外呢 还有很多按摩的模式啊还有强度可以调整 那这真的使用下呢我觉得因为它的去角质功能 所以我的脸真的有提亮 然后皮质管是有变少 因为皮肤保养有的时候就是会进到一个停滞期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冲破那个停滞期 或者是无脑洗脸跟去角质的话呢 我觉得Luna 4它自用跟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是要买Foreo的话呢 就是尽量在官网啊 或是可以信任的平台上购买会比较有保障 那更多关于这台Foreo Luna 4的资讯呢 可以参考资讯栏的连结哦 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桌面的小工具 现在呢新增了互动式小工具的功能哦 就是以往呢我们的小工具就是只能展示文字 或者是直接点进去变成App 那现在呢你可以直接在小工具的表面 来操控里面的App咯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桌面上面这一个Apple Music 我就直接可以按播放 它就会直接开始播放 或者是我也可以要它暂停 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功能刚开放 所以支援的App不是很多 那之后呢像是第三方的App 应该也会陆续加入这个互动式小工具的行列 那再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功能就是讯息App 现在的讯息呢可以直接把你的语音留言转成文字哦 例如说大家看线在画面上面呢 就是我留了一个言 它下面就会直接把我里面讲的文字辨识出来 这样子 这样子你就不用按播放键还要特地去听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说它里面讲了什么东西 然后现在呢可以直接又回来回复啰 例如说我现在要回复这一则讯息的话呢 我就是直接往右滑 然后我就可以回复它的消息 当然这个功能并不是什么很稀奇的功能啦 下一个呢就是在讯息App里面 现在可以制作自己的贴纸啰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面这个毛毛的贴纸呢 就是我自己制作的 那这个贴纸要在哪里选取呢 大家也会发现它的界面其实有一点变动了 就是所有的功能都放到了这个加号里面 点开之后呢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功能 那贴纸呢就是放在这个贴图的功能里面 点进去 例如说我现在要新增贴纸的话呢 我就是按左边的这个加号 然后里面呢我就可以去选择我要的照片 那我现在还不太确定说 为什么有些照片没有办法显示在这边 然后例如说我们现在选择一张圆框照片 然后里面呢它就会自动去背 然后呢在左上角这边也有一个live可以选择 就是你今天如果选的是圆框照片的话 你可以选说你做出来的贴纸是要动还是不会动 然后呢你长按这个贴纸 还可以加入一些功能 然后在讯息App里面的Memoji 这次有更新表情喔 例如说呢我们一样按到加号里面呢 一样在贴纸这边呢我们就会找到Memoji的符号 下面呢就会看到有新增了三个表情在这边 那这讯息里面呢还另外新增了一个叫做check in的功能 中文叫做平安通报 就是一样在这个加号的选单里面呢 我们往下滑就会看到这个平安通报 就是这个功能呢可以设定一个目的地跟抵达时间 然后如果你没有在那个时间抵达那个地方的话呢 就会通知对方或者是你偏离了前往的路径的话呢 他会在15分钟内也会通知对方 就是例如说你今天被绑架什么的 他就可以及时的通知喔 但是他在通知之前也会先跟你确认 就是你现在有没有问题这样 如果你没有回应的话呢他才会通知对方 然后呢还蛮有趣的就是里面有一个选项 就是你可以选择说你要揭露多少资讯 就是如果你选择部分分享你的行踪的话呢 他就没有办法看到你就是去了哪些地方 他只能看到你现在在哪里 还有你现在手机的电量等等的资讯 那如果你选择分享全部行踪的话呢 那个人就可以看到你全部的路径喔 就还蛮有趣的 那我现在唯一想到比较合理的用法 可能就是你的小孩 例如说出门啊或者你今天出去旅游 然后想要跟你的家人报平安之类的话 就可以使用这个功能 再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简讯验证的功能喔 就是之前呢我们在用简讯验证的时候 不是iPhone有的时候也可以自动帮我们填写嘛 那现在iPhone 17呢也开始支援邮件 认证自动填入喔 就是例如说他的这个验证码 是用email寄给你的话呢 你的iPhone也可以自动侦测到 然后自动填入 那除了自动填入之外呢 现在也开始支援自动清除的功能 然后这个选项要在哪里找呢 就是在设定 那我们去找到密码这边 密码里面呢选择这个密码选项 里面呢就有一个自动清除的按钮 把它打开 那这个选项呢就是当你今天iPhone 自动已经帮你填完这个代码之后呢 那个代码的信件啊 或者是讯息已经不需要了 它就会自动删除 再下一个我们讲到密码分享功能 就是今天呢 你可以跟你的家人同事啊 或是朋友分享一些共用的密码 那如果你要设定这个共用密码的话呢 就是进到设定的密码里面 然后我们选这个开始使用 然后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帮这个群组命一个名 然后下面就可以选择 你要共用密码的联络人 然后这边呢 他就会把你所有储存过的密码都列出来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要 选哪一组密码跟他分享 那这个选完之后 如果你有一天想要取消分享的话 也是可以直接把那个人删除这样子 下一个我们还要讲到就是讯息呢 现在可以侦测一些敏感内容哦 那这个功能其实是双向的 不管你今天是收到 或者是你是传的那个人呢 你在传出去的时候 他都会提醒你说 你现在传的这个东西有点敏感哦 你确定你要传吗 那这个选项呢 会在设定里面的萤幕使用时间 下面呢 我们就看到这个通讯安全的选项 点进去 里面呢就有这个检查敏感照片的选项 那这个功能其实本来是为小孩设定的 那现在一般人的手机里面 也都有这个选项可以选择 那下一个呢 我想要讲到一个还蛮不错的功能 就是萤幕距离功能哦 当你今天手机拿太近的时候 他就会跳出一个警告 那这个功能要在哪里设定呢 首先我们打开设定 然后里面呢 我们去找到萤幕使用时间 然后下面呢 就有一个萤幕距离的选项 点进去 这边你就可以把它打开 然后当你今天手机拿太近的时候 他就会自动侦测到 然后提醒你要拿远一点 而且他会 就是如果你拿的不够远 他不会让你用手机这样 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不错的 我非常需要 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电话App 首先呢就是在联络人的部分 你可以针对你自己的名片去设计 就是说我们点到我们自己的档案之后 按右上角的编辑 里面呢你会发现这个界面 非常像我们设定桌布的那个界面 你就可以去新增不同的内容 例如说你今天要设定海报啊 你要用不同的颜色啊 或者是你今天要用照片之类的 都可以直接在这里选择哦 然后你也可以设定很多个档案 那这个设定完可以用来干嘛呢 就是它可以设定成今天你打给对方 然后对方看到你的资料显示的样子 就是在这边呢 有一个联络人照片与海报 这边你就可以选择说 所有联络人都可以看到 还是说每一次都要询问你这样 这个功能非常的害臊 就是因为如果你今天放了一张 你自己的自拍 那你打给别人 然后对方看到你自己的自拍 不是非常奇怪吗 再下一个要讲到FaceTime新功能呢 就是视讯短片信箱 就是讲电话不是有语音信箱吗 那FaceTime现在就有影片信箱 就是当你今天打过去 对方没有人接的时候 你就可以留一段影片给他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我就是打给我自己 然后大家看到呢 它上面就会多一个选项 叫做录影有没有 点下去 然后这边呢你就可以开始拍 我们现在在测试 就是讲电话的时候呢 如果对方没有接电话 我就可以录一段影片给他 那这边呢就可以回放说 你整个录下来的感觉是怎样 然后最后呢你就可以把它送出去 然后对方呢 就会接到一个这个短片的通知 他就可以看到你录了什么内容 下一个新功能 我们要讲到AirDrop AirDrop现在新增了一个功能 可以快速的分享你的联络资讯 那这个功能叫做NameDrop 就是当你今天认识新朋友有什么 然后你们要交换联络方式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机靠在一起 他们就会交换联络方式这样 然后另外呢 当你今天档案很大 然后你要AirDrop的时候不是会很担心说 你的手机一定要靠在一起 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新功能 就是今天当你在传输档案的时候呢 其实你是可以直接离开的 就是一开始你要靠在一起 可是之后呢就是可以透过网路来传输 就不用随时手机都要靠在一起这样子 然后AirDrop的接收界面也有一点改变 就是今天当我们接到一个AirDrop的时候呢 它上面会出现一个视窗 然后显示说这个人是谁啊 他要分享什么东西这样子 就是显示更多资讯哦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AirDrop 17 主要的新功能 那之后呢他们应该也会把一些 细节的部分再补上 不知道大家最期待哪一个功能呢 我自己觉得贴纸的功能还蛮好用的 像PDF啊或者是互动式小工具 感觉都非常的好玩 那正式版的AirDrop 17呢 会在9月iPhone 15出货的时候呢 跟着一起开放 那目前呢也不建议大家去安装 AirDrop 17的Beta版哦 而且现在呢要装那个Beta版 变得有点复杂 它变成不能直接下载就安装 好那之后呢如果有任何的更新啊 或是AirDrop 16的更新呢 我也会及时的做影片上来 跟大家报告 记得也要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哦 然后另外呢一些比较生活化的内容呢 我都会放到Instagram 所以大家可以去追踪哦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